奥运健儿们准备好了 不过不是准备好比赛 而是准备好睡纸板床了 巴黎奥运会还没开始 一场关于床的风波就已掀起 运动员们看着窄小脆弱的纸板床 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这玩意儿真能睡吗 这波来自澳大利亚网球选手的萨维尔就和他的队友佩雷兹来了一场现场测试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巴黎奥运村在18日正式开放后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奥运员也是陆续抵达了他们在奥运期间的第二个家 在奥运会期间,这里将接待超过14000名运动员及工作人员 在残奥会期间,将接待约9000人 据了解,巴黎奥运村占地约52公顷,位于小巴黎北部近郊 共建成了82栋建筑,约3000套公寓 村内设有3200个座席餐厅,24小时健身房 3500平方米的综合诊所和一个小型超市 在巴黎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 一位博主就对中国代表队的奥运村宿舍进行了探访 只见宿舍楼的设计充满了中国风 宿舍楼张贴了五星红旗,中国节和加油中国字样的横幅 尽管充满了鼓舞士气的氛围,但现状仍让人喜忧参半 随后博主进入了这座尚未完全竣工的八层楼建筑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奥运会期间,法国是不提供空调的 这不,在探访时,室内温度就已经达到了23.8度 而每个包含五间小卧室的套间里,温度更是升至26.9度 建筑物内部的结构也是别具匠心 墙体由一块块可拆卸的模块构成 预示着奥运会闭幕后,这些建筑材料将被重新利用于其他项目 此外,宿舍的配套设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窗帘遮光效果不佳,影响休息质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套房内仅配备了两间厕所 这意味着要9名运动员共享这两个卫生设施 并且还未做干湿分离 博主也是特别强调,新装修的气味异常浓烈 显然,对于志在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代表队而言 适应这一住宿环境将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额外考验 既然都说到了住宿环境,那怎么能少得了纸板床呢? 最近,澳洲代表团的部分运动员已经入住了奥运村 其中,网球选手萨维尔和佩雷兹就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了测试 并分享了测试视频 在这里,每间卧室都配备了由纸板制成的单人床 和由回收鱼网制成的床垫 针对身高较高的运动员还特别准备了家常床铺 萨维尔和佩雷兹通过跳水 阻力带膝盖练习 深蹲跳 踩踏 球拍砸床 以及如虫舞等动作 测试了床垫和纸板底座的承压力 两人在测试过程中笑个不停 在视频结尾时 佩雷兹还开玩笑地说道 我还活着 之后,塞维尔也详细展示了运动员的住宿条件 包括餐厅、零食区、恢复和锻炼区以及户外设施 而爱尔兰体操运动员麦克莱纳根更是故技重施 重现了三年前在东京的高难度动作 这些看似野蛮的测试 不仅体现了运动员们的幽默感 也从侧面印证了纸板床的结实程度 据说这些床可承受250公斤的重量 就是让大力试睡也不怕塌 不过纸板床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有睡眠专家指出 这种床可能会受潮导致结构的变化 影响运动员的休息 除了住还有吃 本次巴黎奥运会有60%以上都是素食 这不,韩国乒乓球运动员田智希就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了 他与队友在奥运村吃法棍 由于担心选手在比赛期间营养摄入不均衡 多国代表队都带着本国的厨师来到了巴黎 一批四川大厨将为中国队提供膳食服务 中国选手可以在下午茶食品尝辣子鸡和泡菜等 而美国队不仅带上了本国厨师 还在巴黎当地成立了一间美国服务中心 美国队员可以在单独的餐厅里就餐 所以说网上那些说中国太高调的网友们可以停一停了 看看美国这才是高调 就餐都有专门的地方 在体育竞技荣誉的光环背后 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汗水与付出 他们用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拼搏 一次次挑战着人类的极限 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比赛 也为国家赢得了无上的荣耀 那么当体育竞技被政治笼罩 当公平竞争的原则被肆意践踏 我们不禁要问体育精神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中国游泳队营养师于良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帖子 表示中国游泳队在十天内接受了将近200次的兴奋剂检测 十天内近200次的兴奋剂检测 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数字 放在一起却如此惊人 很难想象中国运动员们正在经历怎样的区别对待 运动员们不仅要导时差 还要快速适应比赛场地并进行训练 安排可谓是十分紧凑 即便如此 游泳运动员们还要随时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要检 十天内接受将近200次的兴奋剂检测 也就是平均每天检测的人数高达20人 每人一天平均就要检测5至7次 最可气的是时间还是随机的 这就会严重影响运动员的休息以及训练 早晨6点运动员们还在休息当中 检测兴奋剂的工作人员就到了 在午休时间 他们依旧没有放过中国游泳运动员 到了晚上9点多 这些工作人员还要进行要检 一直熬到下半夜 每次要休息的时候 这些工作人员就会照上门来 除了训练外 运动员们还要牺牲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 来配合检测人员 睡眠质量大大降低 随后于良还表示在这10天内 自己已经与其中几个检察官混熟了 有一个检察官还向于良承认 确实对中国运动员们检查太多太频繁了 只是自己也很无奈 因为这是上面交给他们的检查计划 同时 中国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们的配合度 也令他们感到震惊 甚至还表示要是换了其他队伍 他们早就开始到处投诉表示不满了 而这个其他队伍便是暗指美国队 要知道游泳一直是中国的运动强项 也是夺冠的热门项目 从巴黎奥运会开始 美国就一直针对中国的游泳运动员们 甚至还恶意污蔑他们 试图以此来打击中国游泳运动员们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 美国的目的终将不会得逞 中国运动员高度配合工作人员的检测 丝毫不给对方抓把柄的机会 绝不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 其实在2023年兴奋剂检查对比中 中国运动员们也是名列前茅 检查次数更是高达40多次 这是一份中外游泳运动员检查次数的对比数据 前八名赫然都是中国的游泳运动员 其中张宇飞 秦海洋 李宾杰的检查总数分别是434642次 最可笑的是其中一名美国运动员 他的检查次数竟然是零 简直是创下了历史记录 其他国家运动员的检查次数 最高记录也就16次 而秦海洋却经历了46次的检查 是对方的两倍之多 就连张宇飞都曾说 中国选手是全世界尿检次数最多的 不仅如此 中国的巴黎奥运会 还增加了四项美国优势比赛项目 冲浪 攀岩 霹雳舞以及滑板 转过头来 却对中国的夺冠热门项目 举重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缩减了总金牌数 要知道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举重队 可取得了七金一银的好成绩 傲视群雄 为国争光 网友们见状也是纷纷吐槽 不如直接将世界第一送给美国得了 这还比什么赛呀 奥林匹克的精神原则 一直都是宫廷竞争 相互理解 团结 同时还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 包括今年的奥运火炬 也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设计的 然而火炬的设计元素 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不免让人觉得可笑 不过中国运动员们并不畏惧 尽管遭遇了如此不公 他们依旧情绪稳定 训练时间也很长 这就是在用实际行动 向世界证明 中国绝对没有使用兴奋剂 他们的坚韧和毅力 让人钦佩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用实力让那些歧视和偏见 统统闭嘴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